结构 然后我们这边开始看一下这个 IPC VPN 它常见的这个故障的现象 都有哪些故障 然后我们这个故障呢我们分两个两个部分 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 Ike 协商阶段一个是数据传输阶段 数据传输阶段这个我们可以把理解为像这个 两个防火墙 两个端点对吧 两个端点呢 他最开始 最开始的时候他首先要建立这个通道 对吧首先要建立通道 他先把这个 IPC VPN 这个通道先建立起来 建立成功之后呢 才能够去传输这个数据 他建立成功他是根据什么来 来定的就是他其实在两边的他都会配置这个数据 比如说 配置双方的这个 IP 地址 还有配置这个 把自己的密码 用自己的密码对这个一段数据进行加密 然后看一下这个六段能不能正确去识别 然后这样进行一些这个 开始的协商 协商完之后 隧道才能建起来 建完之后呢你后面数据才能传输 所以这边我们把它变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 Ike 协商阶段 一个是数据传输的这个阶段 然后我们看这个 Ike 协商呢 如果是 Ike 协商失败呢 我们这边分的两种 一个是 Ike SA 协商 不成功 还有一个 IP Sat 这个 SA 协商不成功 这边分的比较细啊 这个其实都可以理解为他是这个 隧道建立的时候 不成功 然后后面这一块就是 针对这个业务 那个 传输业务的这个阶段 一个是业务 不通 整个业务就不通 另外一个呢可能是业务的这个质量 比较差 可能有些业务的 端通 能过去但是回不来 可能有些业务呢 他这个 贷款很低 等等 这个可以分 两边啊 一个是建立 一个是传数据 我们看一下这个 Ike 协商 失败的这个 场景原因 我们先看第一步 就是那个 隧道建立不起来的时候 它 Ike 建立不起来的时候 都有哪些原因 这个 Ike 这个 SA SA的这个 我们看这个 这个这个名字啊 Ike I 指的是那个 Internet Key Exchange 就是 英特网 这个密钥 交互 这个 这个 SA 是 Security A 就是 安全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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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就是一组这个参数 就是一组参数 一组这个安全的参数 双方的这个配置的参数要一致 就这意思 假如说这个 隧道建立不起来的话 我们看它 录有哪些原因呢 这个地方 交配置边把它写的 很细 这个其实这个里面都是那个 IP 配置的时候需要配置的这个参数 但是这个地方呢 我可以把它 分解为 两个 两个模块 一个是 路由不可达 就是这个链路啊 还有这个 整个这个 Pin 可能就直接这个网络 根本就不可达 这个是一方面 另外另外一方面的就可能是 配置的这个参数 不对 这所有这个下面这一块呢 都是配置参数的问题 都是配置参数 参数 像这个 本端对端 网关和对端的这个本地地址 不匹配 就像我说这个双端的这个地址 每个防火墙每一端呢 他都要配这个 对端的IP地址 也要配这个本端的这个IP地址 如果两端不匹配 他也是 建立不起来 然后第1个看这个IP地址的这个参数 无匹配 这个参数呢就是 IP地址的协商模式 我们说这个密码的话 我们 打比方说我们密码有样的方式 对吧 一个是通过手动的 一个通过那个自动的 假如说一边配的是手动的 一边配的是自动的 那这个时候 他肯定是协商不起来 还有这个身份的ID配置不一样 这个也是里面配置的一个参数 就是一个 一串 一串数字吧 一串数字 这是那个 用来做这个ID ID用的 就是这个参数 还有这个 预供小密钥认证 不一致 就是我们说刚才 有手动的方式配置这个密钥 如果一边配的是ABC 另外一个 另外配的是 一二三 那这两边的密钥不一致 那他肯定是配不起来 还有这个加密的算法 两个 这个IQB 配置不匹配 加密算法不一致 我们在这个 头部教验 计算教验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到密码 然后我们在这个 做后面这个报纹的 加密的时候也需要用到密码 那么这个怎么用这个密码呢 其实有多种这个算法 去 进行这个教验 去对这个数据进行处理 如果说 左边用一种方式去进行 计算 右边用了另外一种方式计算 然后算法不一样 那么他算出来这个 结果是肯定是 这个这个是不一致的 好这个 其他的就不一讲了 其实这个地方可以理解为他这个参数 不一致 这一块 前面那个是隧道建立不成功 然后下面这个是关于这个vpn业务不通 就是个对于这个隧道可能已经建成了 就是这个ipset这个隧道已经 建立成功了 双单两边一查 这个vpn已经建立成功 但是呢 两边的这个像pce跟pce之间 业务不通 那么这个时候 要怎么去定位呢 这个时候我们看这个隧道已经建立 但是vpn业务不通 可能原因是 主机到网关的路由不可达 或缺少对私网路由的 或缺少到对端私网的路由或不正确 就刚才我们说这个 防火墙上面呢 我们说这个数据呢不一定说所有数据都是到达 到对端的这个 需要到对端的这个网络来对不对 我们说还有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这个数据呢它是需要到这个英特网 或上外网呢 有些是 只有一部分到达这个对端的这个私益网络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需要配置这个 ACL这个策略 就是对流量进行 啊 分类 进行分类 假如说这个 呃 流量进行分类 分类的前提是你这个报纹已经到达了这个我的这个防火墙了 我才能进行分类对吧 进行这个识别 但假如说这个你这个PCE呢 跟这个网关防火墙之间的根本就没有这个路由 假如说PCE之间根本就没有配网关 如果没配网关的话 它肯定这个报纹是送不到这个 送到这个防火墙随便来的 然后或者是缺少到对端私网的这个路由 或者不正确 是吧 就是说我们说要保证这一段的这个 呃 路路径可达 同时呢也要保证这一段的这个路径可达 这另外一段的这个路径也得可达 对吧 如果说最基本的这个网络都不通 那这个IPCCE就更不用提了 那看另外一个是防火墙和包间的这个 过滤的策略配置错误 包过滤策略 就是说我们我们说这刚才说的那个 呃识别不同的流量 假如说我们把一些一部分的这个流量 应该送往对端的VPN的我们把它送到这个公网去了 或者说应该送往这个对端的这个 这个网络的对端这个VPN结果把它丢弃了 那这个时候 他这个也会导致这个业务不通 还有一个是IPCCE这个策略没有用到这个正确的接口上 没有用到这个接口上 就是说我们这个定义的这个 IPCCE或者是这个我们分的这个流量 可能是用到这个不同的这个 配置错误用到这个 接口呢配错了 好这个业务不通呢我们就分为三种 啊一个是保证这一段能通 另外一个流量要被正确的识别 好上面我们列了这个 固端的这个现象还有这个可能的原因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固端要怎么去排查 这个排查呢 就根据这个IPCCE的这个 整个流程来 一个是看这个隧道能不能建成功 看隧道能不能建成功 然后接着就 如果说隧道建立成功了 但是呢这个 下面这个 数据 转发的这个一块呢 假如说这个业务呢 而不通 这个时候呢 要怎么处理 然后其他的这个异常 这个时候就排除这个 IKE的这个 SA协商的这个问题 然后这个时候就 根据这个IPCCE的这个 故障的这个 呃协商故障进行处理 然后这个整个整个流程呢 我们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这样的 其实我们在 因为这个IPCCE这个配置的这个 呃数据呢 还有他的原理还是比较稍微比较复杂了 就是我们在定位这个故障的时候 其实也是可以按照这个基本思路来 也就是看一下这个链路通不通 对吧 双端的这个链路 原始为out状态 然后链路通的话 我们看这个双端的这个物理的这个 这个 哦不是 双端的这个 网络的这个 可达性 是否可达 我们先聘一下对端 这个这个路由能 是否能通 能够这个聘胞是否都能回来 保证这个之间的这个链路能通 能通了之后 接下来就要看这个 配置参数 配置参数 主要的是因为流程也是 啊就是这样 参数这个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 这个这个链路就是那个隧道 能建立起来 建立完之后呢 就开始要转发这个业务 发业务的时候呢 要保证这个PC呢 到防火箱之间呢 它路由要能通 保证能通 能通 然后呢 在防火箱上 你对这个流量的识别 要识别的正确 等等 这个定位的思路就是 这样 就是根据你配置的这个业务的这个 思路来 上面是这个流程啊 下面我们看一下对于这个每一个 每一个 呃 模块 我们怎么去检查 就检查 第一个检查ike sa 是否建立 成功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命令 Displayike sa 如果是成功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 处于这个 啊 阿里状态 这个时候就处于阿里状态 然后呢 你可以检查这个 IPsec的这个统计 这个IPsec 这个in报跟out报就是 这个是收到的 还有这个是发出去的 看他那个收发有没有正常 如果是ike的这个没办法正常呢 我们就要检查这个 在这个情况下是正常的情况下 OK的有8个 Al是0个 如果是不正常的话 我们就要看 检查他的这个 配置 像这个我们可以检查这个 Display IPsec sa 这个这里面的就是那个 相关的这个配置了 相关的配置 这个是 source IPHS 这个destination IPHS 这个就两个方向 对吧 一发 一收的这个方向 一发一收的这两个方向 两个方向的这个时候 他用的协议都是 ESB ESB是指的是对这个数据 进行加密 然后后面是这个加密的算法 两边的算法要一样 如果说两边算法不一样的话 那这个时候肯定也是 不能正常工作的 然后这边接着就看这个ike的这个 sa 这个也没有说这个线后准序啊 这个命令可以大家 可以灵活使用 好 上面是关于这个隧道建立不成功的情况下 那么接着看这个隧道如果建立成功的时候呢 这个业务不通 那怎么去处理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 按着刚才输入 一个是要检查这个主机到网关的这个路由 是否能通 是吧 这个怎么检查呢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主机上去拼着网关 拼网关的这个IP 一拼看能不能到达这个网关 能不能把这个报文正确的转交给这个网关 然后还要检查这个区域间包括率是否 是否开放 这个Charge Uncharge 区域的这个数据流 这个Charge 区域跟Uncharge 区域这个概念是防火墙里面的一个概念 防火墙的概念 其实就是这个防火墙呢 这样 如果说是这个交换机 你这个报文发过来 那么他这个报文 百分 如果说这个 VLAN配置正确 这个 没有做这个ACL等等控制 这个保 这个包呢一发过来 他是会正常的是转发给他了 就默认情况下会发出去 但是如果对这个防火墙来说呢 他这个包呢 默认情况下 他是不允许通过了 对防火墙来说 你这包过来之后 默认情况下 他这个地方是发不过来了 不可以发过来 那这个时候怎么样他发过来呢 他这个时候我们就要 配置这个过滤的这个策略 我们要需要把这个特定的这个流呢 放行 他才能过来 所以说这个包过滤这个策略呢 是在防火墙上 需要做的这个事情 需要把这个特定的流给放过去 如果不放过去的话 这个数据流是过不去的 然后呢还要检查这个安全策略是否正确 应用到这个隧道口 安全策略是否用到这个隧道口 这个隧道口是 什么意思呢 就是那个隧道这个出接口 就是我们说这个防火墙呢 有一些这个 这个防火墙呢 有一些流量呢 是到达这个内端的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这是一个隧道 这个隧道的入口 然后呢还有一些呢 是去到这个外网的 可能是跑另外一个口 然后你这个数据过来之后呢 有没有正确的送到这个口 或者是这个ACL你这个配错了 这个策略配错了 跑外面去了 就指的是这个意思 需要看一下这个配置这个策略对不对 相当IPSET POLICY 这个POLICY呢 是在这个口下面的 在这个口下面 还讲这个ACL配置是否正确 是否把这个 有些业务流呢 直接把它给 那个 屏蔽掉了 或者是没有匹配上这个流量 好如果这个所有参数都检查正确的话 还没有解决问题 那就联系这个基础支持